今天这课呢 讲的是景观的下一站啊 新兴项目的一个崛起 新兴项目呢 很多同学可能比较陌生啊 因为大多数同学呢 大多数接触到的啊 都是居住类型的可能比较多 首先的话呢 我们国家大经济上啊 有一个啊 政策上有个导向 就是文旅 乡村跟公园 哎 这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导向啊 这是政策上的 对吧 因为的话呢 这个政策上是政府 如果是说给你说哎 我们要发展文旅 比如说我们发展一些什么 特色小镇 旅游小镇 大家最近有没有印象 如果是说大家 你们这个工作比较多的话 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 国家政策上是有倾向的 对吧 那这个特色小镇呢 就出了就就涌现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会给他一些补贴 他哪地的价格啊 哎 包括呢 这个招商引子的力度啊 都要比以前要强很多 所以的话 像我们之前去了黄谣古镇 对吧 黄谣古镇是一个老 老的一个小镇 旁边的话 就建了一个新的一个小镇 就是因为政府这边 对这边旅游行业 它是有支持的 文化旅游行业 它是有支持的 再有的话呢 就是美丽乡村 你可以看到我们国家 目前很多新闻会讲到 哪哪哪哪美丽乡村 或者的话呢 像这个沈腾 或者一些综艺节目 都会选择去美丽乡村 去来录制 为什么那么做 是不是就要发展它 让你知道 有这么一个乡村 那大家会不会因为 这个这个节目的播出 而去来旅游呢 一定是 一定是有政策上导向 然后的话呢 才有钱能进去的 好吧 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 跟资本主义国家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政策上导向 占比是很大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最近这种项目 特别特别多 还有的话呢 就公园 比如说一些新区的公园 我们之前上一刻讲过 就是成都的陆湖生态 做了一个云土公园 那张登工都是做的 那还有的话呢 比如说一些社区公园的改造 口袋公园 对吧 这些呢 都是一些 我们国家目前 政策上引导的 这个一些项目 所以的话呢 这些项目一般都是活源的话 还是比较充足的 大家有的时候问我说 老师能不能去那种 专门做美丽乡村的公司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人口的话 将近一半 将近有八亿人 八亿的农民 对吧 在乡下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景观环境 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的话呢 你在电视上看的那几个 零星那几个 说实话还不够 对吧 所以的话 我觉得说我们国家 走这个美丽乡村 这个政策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 几十年 或者上 这个五十年 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时间 才能把它 给它做好 所以我认为 这个活源还比较充足的 再有呢 就是养老 这个消费观念的一个提升 刚才我给大家举例子了 对吧 那养老的话 包括康养 还有康复 度假 这些呢 就是大家 我们现在有了钱 以前的话呢 可能吃了 吃完了 吃饱喝足 有衣服穿 就可以了 但现在呢 不行 我除了有衣服穿 我还要干嘛 我还要出去玩 干嘛呢 周末去泡个温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我去来做个康养 这父母那边的做康养 然后呢 到了爷爷奶奶那边 做个养老 对不对 所以这些项目的话呢 都在不断涌现 这跟国家经济 包括国家政策 是极紧相量的 那我这里面 刚才给大家看到了 有一个这种康复的 类型项目 在重庆 有这么一个屋顶花园 它的话呢 做的就是这种康养类型的 对吧 也算是一个康复 对吧 上面的话呢 做了一个屋顶花园 然后有一些种植池 也有一些可以训练 锻炼的地方 对吧 在国外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康复花园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老年人的话呢 在这个花园当中 是比较 这个宜居的 这样的一个尺度 然后呢 再有就是你可以看到 座椅上是有 专门的一个什么的设施 就座椅上 上面有扶手 方便于老人的 一个什么的 就站立 所以就是说呢 这些都是 针对于老年人 做了一些 施老化的一些设计 比方说 还有这里面 一些扶手 我认为这个 做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再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月子中心 对吧 月子中心 现在做月子的话 基本上都会 愿意在月子中心 去来做 如果有条件的话 对吧 月子中心肯定 就要好一点 第二呢 就是康复项目 在哪个地方会发力 比方说像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呢 就是在北京 距离北京市区呢 大概还得两个小时 说实话也挺远 跟北京跟廊房之间吧 做了一个大爱书院 这也是一个 标杆类型的一个项目 但是我对于这个项目 实际上是有一点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建筑设计的话 它不太像书院 它也不太像一个养老院 它像什么 这个项目 虽然我给大家举例 拿出来 但是我认为它有问题 它从设计角度来说的话 会有一些问题 对吧 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就是它这里面啊 用的这个元素 它用的是什么 是那种欧式的一些元素 是不是 一些欧式的线角 欧式的一些柱子 对吧 然后的话 给人感觉是什么 是很庄严的那样 那个感觉 因为教堂的话 它体量都很大 它很庄严 柱子的话也很高 体量的话呢 给人就距离人的 这样的一个尺度 这个尺度感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它像教堂 它像酒店 那从这个建筑形成来说的话 我认为 它也没有一定的亲和力 我之前也说过 一般的话呢 我们做建筑 入口大门的时候 我们景观 在做大门的时候 做这种拥抱式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 这是干嘛 这代表是欢迎 但如果是说 你面对人的这个方向 你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 拱起来这样的形式的话 那这个的话呢 代表是什么 这是私人的一个 私人会走这么一个领地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这个项目 觉得好像把我们一些 当然这个项目 它很高端 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老人的话 在这里面一个月 大概支出是一半块钱 这个这个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的话 是比较是比较高端的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项目呢 它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好像不太欢迎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亲和力稍微差一点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再有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曲的名字 这个曲的名字的话呢 它叫书院 那书院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 汉语的这样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 对吧 印象当中 它应该是一个 书香门第的那种感觉 是吧 应该是一些小的 小尺度的一些体块 然后组合到一起 对吧 然后自然环境很好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与绿化 绿植 大于构筑物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说呢 比如说 什么松山书院呢 梁山波也居庸台啊 对吧 那个地方的话干嘛 对吧 在一个自然环境 很好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一个 小体量的一个建筑 但是这个书院的话呢 明显 它给人的一折 这个压抑的感觉 还是更强烈一些 所以就是说 这是我的一些感受 里面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来 体会一下 对吧 但是实际上 根据我们国家 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 它把体量设计的这么大 或者设计的这么张扬 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把这个地块呢 炒起来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通过养老的 这样的一个 吸引眼球的 这么一个类型的项目 然后呢 把旁边的所有的地块 都能带起来 这个是它做 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 所以的话呢 它才会把这个建筑 体量做的这么 类似像豪华呀 或者说体量这么大呀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 那另外这个项目 就刚才提到的 这是我们之前 在这个设计院 接的一个项目 这是一个 月子中心的一个项目 这个建筑也是我们 当时去了做的设计 这个建筑呢 当时假房给的指标 是比较高 所以的话呢 这个注定它的体块 就小不了 所以的话呢 如果是说 一定要做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建筑体块 分成了三个小部分 去来处理的 前面的建筑主体的话呢 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两个体块 咬合的一种方式 然后这边的话呢 甩出了一个小的 一个附属楼 所以的话呢 就是把一个大的一个体块 给它分成三个小的 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可能 跟自然环境结合的 要更好一些 如果是不这么做的话 可能直接就是一个 傻巴垃圾的一个楼 放在这了 那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 实在太大了 另外呢 这个建筑它这个弧形呢 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的话呢 主要这个建筑体块 它受影响 还是受到后面 山体的一个形态的影响 这个山体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它是一个 弧形的一个收尾 所以的话呢 我们建筑 做了一个弧形的 这样一个体块 跟我们山体整体 一个大地形与之配合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这里面又做了什么 非常大的一个开窗 横向的一个开窗 所以的话呢 保证每一个月子房 都能享受到 最好的一个什么呢 室外的一个景色 对吧 室外的一个景色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在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 一个初衷 第一是消尖体块 第二的话呢 根据地形 去来使我们的建筑呢 这个成一个弧形呢 这样的一个体块 然后呢 再就是什么呢 再就是保证 我们外立面 对吧 这样的一个通透性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理念 景观设计师进场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我们要分析 月子中心里面的人 他需要一个什么的景观环境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的植物设计啊 其实呢 它要转向什么呢 它要从这个应景的 这个景观为主的 我们可能要转化成什么 转到以这个软景为主 就是说呢 如何能让啊 月子中心的妈妈 每一个楼层的妈妈啊 都能看到我们远处的一个水库 其次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植被 因为我们当时正在这个这个 刚压完路面啊 我行排排的 这个的话呢 就是后期这个植物 一个丰富的一个 配置 能保证我们四季有景 因为你月子中心 那四季都开业嘛 所以的话呢 保证什么呢 我们有进景 进景的话呢 保证我们进到月子中心 去来考察 因为你一个月好几万块钱 对吧 这些有钱人的话呢 一般都会去来考察一下 我们的话呢 在进 在进景这一块植物上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 建筑上的包角 对吧 我们再做一些什么 形象上的处理 中景是什么呢 中景是为何我们 只属于我们 这一块的私有场地 这个月子中心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要保证什么呢 就要保证这个 远处的这些背景 对吧 这些植物还没补中 还没还没有补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还是空地呢 就远处的这些背景 这些植物的话 我们一定要深思熟虑 给它考虑清楚 秋天的时候 是蛮一个景色 春天的时候 能不能看着花 这里面实际上就从一个 以硬景为主的一个景观 整合成一个什么 以绿植为主 这样一个景观 对吧 包括以水景为主 这样一个景观 看一看在哪个楼层 能看到什么景观 就是我们在做月子中心 这个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的了 就不会考虑到 室外过多的活动空间 基本上就有一个原路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面可能 做一个什么名台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名台 就可以了 保证一个家属 或者说医生护士 这个临时休息的 这么一个意义就可以 后面这些图片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像一些这种 康复中心 比如说像这个孩子 对吧 有的孩子有自闭症 对吧 我们前期要尽早干预 然后呢 这个医生带着他 在花园里面 去来做体验 包括呢 像这种 一直都有扶手的 去来感受什么呢 植物的这个叶片的质感 包括这个水 对吧 上海的陈人公园 又有植物 就有一个盲人公 有一个盲人花园 我建议大家 有去上海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 对吧 主要就是以什么呢 触摸植物 碰触这个水 听到这个声音 确实来刺激 其他感官的这么一个体验 所以我认为还是不错的